冤案是所有案件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种 而这次讲述的案件 尤其令人唏嘘 1992年江西省西谷惠村 秋风尽吹 阴霾满天 迁倾炉尾中的泥泞小路上 盘山走了一个满脸皱纹 几倍勾搂的老人 他今天出狱 在渤海湾的监狱延长 已足足待了22年 傍晚 他终于回到了生养他的山村 在崩塌颓败的老屋前 他拨开墨西娥的薅草 见窗帘尽毁 似一对无珠的瞎眼 冲他凄惨的对视 妻女已有20年无音讯了 他只是恍惚记得 三岁爱女 在他被绑走时 那经济的眼神 就是记着这双眼 他才能支撑到金庭 他走出自己家破外的屋子 见林屋有亮 便悄然推开门 坐在岸前 屏住夜书的女子 转身向门口看过去 在那一瞬间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猛然间 女子扑上来 跪在老人的膝下 嚎啕痛哭 老人见家徒四壁 只有破案上 整整齐齐地 罗着信纸和信封 还有成帘的邮票 老人也缓缓地 给女子下跪 几滴浑浊的泪 溢上了脸颊 两人默默地哭了半天 突然女子站起 从悬挂的破篮子里 拿出一红包 递给老人 说 这是您闺女 结婚时的洗糖 洗烟 没敢烧给您 老人把红包置于胸脯处 女子说 伯父 我没能给您和我爹 洗清冤屈 对不住啊 老人对着自己的侄女 周海青说道 海青 你没有对不起我 是我对不起你啊 他将脸贴在红包上 低声说道 不见面也好 是我对不起他们 你们俩呀 第二天早晨 街上的人们发现 室官觉得大门口 横躺一老人 满脸抹白 手成白帆 上书十个浓墨大字 沉冤二十载 昭雪 歹何日 老人前胸后背 坠衣白麻布 有用血写成的红字 再死一回 他就是昨日刚刚出狱 二十二年前因杀人罪 被判死刑的周章平 时光倒转 就案浮沉 在中级人民法院 档案库里的周章平 周章案 杀人案的卷宗 已犯出黄字 案件记载着 二十二年前的一桩罪恶 一九七零年七月九日 西谷惠村村民 底洪德的女儿 底鱼珠 高高兴兴的放学回家 母亲应红没让女儿 回家削土豆 小鱼珠没答应 和几个女同学 一块出去玩耍 吃午饭时 天降暴雨 小鱼珠仍没回家 底氏夫妻在学校 村里找了个遍 也没有寻到 一直到晚上 仍是没有女儿的影子 后半夜 电闪雷鸣 暴雨倾盆 大雨一直下到了黎明 清晨 西谷会云雾缭绕 一个采摩过的村民 在林密树茂的山剑里 突然看见了土坑里 躺着一个女孩 土坑里 积满了鲜红的血 采摩过的村民 便惊呼着 朝山下扰人去了 底鱼珠的父母 底洪德和硬洪梅 最先赶到了山剑 一看现场 当妈的就昏厥过去 县官局的刑警勘查 小渔柱的尸体横卧土坑 头发蓬乱 衣衫蓝绿 从胸到下腹 有一道长达29厘米的刀口 裂口宽14厘米 肝脏被刺五刀 内脏外露 小渔柱已死亡8个小时以上 经一夜暴雨的冲刷 尸体和现场 均无法采集到其他的罪证 西谷会地理必塞 深山僻壤 外人寒志 选择在山剑里面作案 定是本地人无疑 凶手杀人手段残忍 似乎有深仇大恨 当日底洪德便向专案组 控告指认凶手是本村村民 周章平周章安两兄弟 原因有三 一 是周迪两家有三倍的夙愿 两家新近有过欧豆 二是案发前周家兄弟与抵御猪有过接触 三是周家兄弟说不清案发时的去向 当日由党支书汤齐贤 与四十多名群众签字的控告状 就送到了专案组 要求专政机关 严办周氏兄弟 此后 县革委会主任 在情况反应上 批示定性 这是一起谋杀害命的反革命案件 专派了五十人组成的工作组 进驻西会口办案 七天后 周章平被撤掉了村贫血主任的职务 同时被开除党籍 周氏兄弟被分别关押到了外地隔离审查 半年后 周章平周章安 被分别判处死刑和死缓 周章平在绑复刑场时 怒吼掌冤 被押回赞押 此时 周章安在狱中 用筷子戳下双眼 绝食死亡 此案始终未取得周章平的口供 而供任与兄杀人的周章安 要自虐身亡 复审中 改判周章平死缓 兼押在渤海劳改延长 周章平在狱中三货减刑 压满22年后获释 市委 政法委书记的案头上 放着周章平 周章安杀人案的卷宗 如此恶性的一起杀人案件 却只有薄薄的三本卷宗 可想而知 当时的办案人员 处理此案时 是多么的粗糙 而旁边却罗着周海清 二十年以来写下的 两千多封 寄给中央 省 地 县 有关部门的申诉信 而最右边的一罗 这是二十年来 在上级部门的干预下 八次对周氏兄弟杀人案的 复查卷宗 八次复查 年代不一 半人不同 但结论都是一致的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申诉无理 予以驳回 二十年的漫漫长夜 数百万字的书写过程 数千里的明冤之路 还有那鲜血凝旧的 再死一回的四个大字 政法委书记 助力案头 毅然提笔批示 调集公监法办案专家组 组成专案组 再查一回 七名资深法官 检察官和警官 组成了复查专案组 正是带着法律的使命 走入周氏兄弟杀人案的那 倒叙的历史中 时光流逝 近四分之一的世纪 物是人非 证人绝大多数已经病逝了 活着的也都是年纪很大 记不太清当时的情况 而案犯之一的周章安 已经自杀身亡 而案情已经在当地广为人知 其他的物证和旁证 也都因为文革时期的混乱 而大部分丢失了 要想准确无误的复查 甚至改写这段历史 谈何的容易 专案组的负责人宋慈 和刘朱英等六位组员 经过认真的分析 将复查资料梳理成三个方面 一是被告方的申诉部分 包括九身不共 不在现场 有人诬告三部分身边 但又提不出否定犯罪的直接证据 在文革期间 办条件粗糙 很多办案人员经常殴打嫌疑人 因此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 检察院和法院不认为是无效的 而周章平和周章安不在场的证据都不充分 而有人诬告一说 也拿不出确切的证据 二是群众反应 包括案发后二十年来 西会口的乡党委 谈案色变 都觉得周氏兄弟冤屈 但提不出证实无罪的证据 许多人从周氏兄弟平时为人的口碑出发 认为二人不大可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推断不能作为证据 即使有怀疑 也只能是怀疑 三是原地区公安处 派往西会口督办此案的刑警王隋昌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二十多年来 他对周案始终抱有深深的疑惑 首先就是他来到西会口进行侦查时 发现和底洪德交流时 他对女儿之死并不怎么悲伤 其次就是据当时周围村民的回忆 底洪德还没有到女儿被害的现场 就大哭女儿被杀害抛妇 虽然事后他解释是说报信人说的 但询问报信人 说他并没有说的这么详细 因为他自己也只是看了一眼就跑回去报信了 没有看得太仔细 而二十多年过去了 报信的人也去世了 即使怀疑没有证据 也仍然不能洗清周氏兄弟的干系 专案组又重新详阅了二十年前的案卷 因当时历史特征和混乱的条件 致使办案的草率 证据粗糙 鉴定模糊 处理急躁 给全案从证据链条上 又留下了连环相套的疑点 杂乱无章 杂乱无章 证据紊乱的案宗 使七位刑案专家束手无策 专案组长宋慈决定 全组进驻西会口 一色变装 轻车捡从 进入农家 真正从时空心态上走回二十年前 宋慈一行人来到西会口后 居然意外的在村委会 红旗斑驳的打土豪年代的大力柜里面 翻到了保存相当完好的1970年7月9日的出宫表 出宫表上著名了周章平当天的活迹 是上山砍柴 周章安是进城买农药 恰好这两宗活迹 都是独来独往 可能在山上遇见周章平的护林老人 早已经过世了 而能在进城路上碰见周章安的人 是一个也没有 即使有出宫表 也仍是无法证实周氏兄弟不在现场 专案组在组长的带领下 查看了当年的现场 令人惊议的是 二十年前的照片上的现场 与今天的山剑别无二致 林木依旧 土坑依旧 他仍旧沉默着 盗不出破仪解惑的契机 专案组当然没有放过访问被害人的家属 底豬的父亲底洪德 已经是花甲老人 但谈起二十年前女儿遭害 还是双目喷火 他狠狠地将周章兄弟骂了一顿 仿佛要咬下他们一口肉才解恨 而他的老伴印红梅 自女儿死后万念俱灰 归依佛门 诵经吃素 兼具与政府照面 他们没能提供此案卷更多的情况 专案组在西会口 苦苦寻觅着二十年前续案的蛛丝马迹 终于收集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况 一是与案件有芝曼关系的原党之书汤七贤 这个汤七贤在本地是一霸 当初就是他集合众人联名控告周氏兄弟 而他和周氏兄弟却有相当深的个人人缘 周章平当时是农写主席 党支部委员 在选举党支书时投了汤的反对票 因此汤七贤对周章平恨之入骨 而且因汤有劣迹 公社中的很多人都想让周取代汤 更重要的是 汤比两家在案发前结为殷亲 有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之意 汤对周案的推波助澜 显然是有私心的 二是 自女儿被害后 硬红梅极为的反常 足不出户 精神恍惚 久病不起 而且在每年女儿遇难日 必与丈夫争吵 外人曾多次听到 硬红梅咒底红德 缺德要遭雷劈的 三是原案件的实践报告中 提到尸体腹腔内有积水 是水漫尸身所致 但经检验报告中 没有提到有红色的泥沙 法医提示 抛腹之时 握于土坑一宿 山洪漫过 腹腔内必留下山间特有的红色沙土 宋慈据此推断 除非是抵御猪 是被抛腹后才被放在土坑后的 或者是被放在土坑中才抛腹的 专组一时回事 分析密查到的情况 另派两人 仍待在西汇口收集情况 专案组首先找到了20年前 地区公安处尸检法医 经他的口证实 尸体腹内没有红色沙土 的确不合逻辑 是本案的一大疑点 经专案组综合的分析 死者母亲印红梅 20年的反常表现 似有隐情 应该是本案的突破口 在西汇口留守的专业人员 也收集到了重要的信息 发案当夜 底洪德与汤齐贤 及另一人 在底家相聚一夜 没有急着找人 似与情理不合 专案组长宋慈 率员重返西汇口 再次上门拜访 应红梅被拒 无奈之下 宋慈依法在乡派出所 传唤了应红梅四次 但应红梅紧闭双目 口中诵经 传唤无效 春日艳阳 距西汇口三十里的 洛梁山浦云寺里 应红梅准时到庙里面拜佛 法德主持 专备宿斋 请女施主到禅房论经 突然从禅房的暗处 转出转组组长宋慈 与长老一同开导应红梅 这个已近五十岁的憔悴女人 突然蒙面大痛 说 你们呢 去找徐钦石吧 宋慈这才知道 徐钦石 便是当夜 素于底下的神秘人物 这个神秘的徐钦石 已移居江山县 当他被传唤到县公安局时 一看桌前 端坐着七名法官 顿时露出大量临头的黄具 专案组长宋慈 坦诚引导 最终使徐钦石撕开一巾 抓破胸脯大哭道 这事啊 买在信念二十年了 也折磨了我二十年了 因为我与唐奇贤呀 有点真亲 那天晚上下雨 就与唐塑在了底下 躺下后听见一板之隔的李坚 底洪德正与唐奇贤说 女儿被淹死的吸汇口 唐奇贤和底洪德就商量着 把这事啊 给周家兄弟宰一当 唐奇贤说 周家要窜他的拳 听着听着 徐就睡着了 徐钦石提到 当时有个走山的木匠 住在底下 还帮着找人了 说把尸体运回什么的 以后这人就不见了 经宋慈调查 这个木匠叫刘德 是邱山县人 至此周氏兄弟杀人案 有重大的突破 据底家邻居反映 案发当日 在底家窗下赶猪时 听见应洪梅 向底洪德哭求 人已经死掉 埋到算了 不要七搞八搞的 底洪德说 反正是死了 抛一刀算啥 接着应洪梅就哭闹了 要上吊 但宋慈知道 即使有这些证据 也不一定能翻案 无论是徐钦石 还是底洪德家的邻居 都害怕 汤奇贤和底洪德两人 在当地的势力 因此多年来 都没有将自己知道的实情 说出来 现在只有努力的寻找 其他的突破口 才能让这起 今天的冤案 真相打败 专案组 又在全地区 查找刘德 不过极少 刘德失踪 在周案复查之中 似乎又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周案冤情 初见端倪 但要案情打白 必须让酿造假案的始作用者开口 才能招雪这二十年的四海深渊 专案组的突破口 选在了底洪德身上 底洪德幼年上过私塾 少年时学过经济 青年时当过土匪 在西会口 算是有文化 见过世面的人物 专案组长宋慈 利用底不知其妻 以道破玄机 故作了解周章平杀人经过的样子 接触底洪德 让底洪德反复叙述 找女儿的路线和经过 并自输了满满八页纸的证言 底撑在山间绕树林寻女一圈 用二十分钟 每次回到剑崖 又呼唤三次 专案组长实地走了一圈 快则六十分钟 慢则八十分钟 回到剑崖助力 浮尸的土坑聚崖仅三米远 根本不可能对尸体视而不见 抓住破绽 全面猛攻 致使底低头威胎 但仍不肯束手就擒 专案组又转向汤奇贤 旁敲侧击 专攻发案后两日 唐奇贤与刘德一同外出 致使刘德失踪二十年的问题 直逼得唐奇贤大汗淋漓 不得不交代 与底洪德密谋夜袍尸身 加害周氏兄弟的全过程 掌握铁证后 再审底洪德 也是一攻即破 终于是全案大白 时空再次拉回到二十年前 上午十一时 底鱼珠放学后 想邀小伙伴们去林间采梅 小伙伴们不去 底鱼珠便提拦毒网 午后突降暴雨 形成山洪 小鱼珠躲避不及 被山洪卷入山间之死 当天下午 底洪德在寻找中 发现了女儿的尸体 底洪德返村时 恰遇唐奇贤 唐拽住底密谋 如何加害周氏兄弟 因底与周有宿愿就仇 唐宇周有前戏心恨 便一拍即合 当天深夜 两人窜至山间 扒开底鱼珠的衣服 底洪德又刀 割开女儿付枪 唐奇贤又在干部猛戳术刀 伪造了杀人现场 回村后 又故意山前装后的呼唤寻找 制造寻女未归的假象 底汤在家静后 当听到有人说 林中发现尸体时 便一同扑出 血口喷人 把葬栽到了周氏兄弟身上 唐奇贤连夜伪造了 联名控告信 并思客引帐 对诬告周氏兄弟杀人一眼 推波阻拦 苍天有眼 沉冤昭雪 专案组将万言复查报告上成 专案组对精神崩溃的 唐奇贤连攻三日 破棋交代了怕走漏风声 而将木匠刘德 骗着洛梁山 杀害掩埋的罪行 1992年3月12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公开审理了这一陈年冤案 一审判处底洪德 犯诬告陷害罪 有期徒刑十年 赔偿经济损失一千元 一审判处汤奇贤 杀人罪 诬告陷害罪 并罚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同时宣判周章平周章安无罪 支付国家刑事赔偿金一万元 4月16日 周章平周章安平反大会召开 县委副书记 亲自将恢复党籍的决定 递给周章平 老人热泪横溢 颤维微地从怀里 掏出一个灰色的布包 呈给书记 打开一看 竟是封闭和脚票 里面附有一张揉搓污渍的字条 记载了周章平每月存入的数额 这是20年的党费 按农村党员交纳额 一分不差 顿时县委书记泪流满面 全场党员唏嘘暗器 周章平向全场群众身具一功 我总算活到了今天 颜碧蹲在地上大哭 那一瞬间 苍天也为此动容 大地也为之哀叹 六天后 周章平在故土那间破漏的小屋里 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刻 他死于急性心脏病发作 他走得安详宁静 无怨无憾 故乡的绿水青山 葬下的 是一副林林的轻骨 周家老母在祈祷中病故 周章安的五岁二女儿 在祈祷途中夭折 周章安的小女儿 在祈祷中患病 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周章平的妻女哭桃异香 杳无音信 自戳而死的周章安 在审讯中 料靠家身香烟灼堂 敲骨拔牙口观大便 人间酷刑尽绝 终于伪心的招供了 知兄被判死刑后 自敢愧对天地 尤父与手足之情 故一死自解 越于周家的老屋坍塌 周章平的大女儿 未替伯父父亲申冤 始至不嫁 荒泡青春 年纪四十的周海清 远走他乡 等到此结束 再见